我們今天其實只有一個重點 非常的簡單 任務也非常的單純 那就是Lauren Sirius 啊 啊 所以Lauren Sirius 的概念是這個樣子 Lauren Sirius 只是說 如果今天有一個函數 f of z on complex plane 那你發現呢 它是almost analytic except at some complex point basically 所以譬如說一個典型的例子是 譬如說f of z z 等於 z z-1 ok 像這樣一個函數的話 基本上 它其實在整個負數平面上面 它其實都是analytic 除了 除了 z等於0這一點 跟除了在 z等於1這一點以外 那 eternal Sirius 就因為它有兩個singularity 所以它的展開式 事實上就非常非常的rich 我們之前事實上有學過 基本上如果一個函數 在某個domain上面 它其實是可解析的話 你可以用tile的展開式 展到 它的boundary怎樣 它的圓圈圈 碰到下一個singularity 所以如果一個函數 它在整個平面上面 都沒有singularity的話 它其實就有tile的展開式 它展開式收斂半徑是無限大 像是exponential z sine z 這一些 非常smooth的函數這樣 那可是像 這一類的函數 它其實因為有兩個singular point 那我們怎麼去 基本上做generalized expansion呢 所以這個其實是 我們想要問的問題 那eternal它其實有個 非常非常漂亮的結果 然後這個結果會跟 我們之前學過的 culture integral 有connection 然後會跟我們 後面要學的 resitive theorem 也有connection 所以這是一個 非常非常重要的 bridging point 所以讓我們現在先 從一個非常單純的 地方先出發 假設這是我的complex plan OK 那 假設呢 我現在某一個函數 現在很多z 所以 如果你 有confused的時候 有confusion的時候 立刻要跟我講 假設 這個函數在z0的地方 是不可解析的 那你做什麼事 你就跟我absorb一樣這樣 就畫一個圓圈圈 把它挖掉就好 好不好 然後假設呢 這個函數 它其實並不是 這麼的不可教 它只有這一點 是不可解析的 然後它在外面這個 這是最痛苦的一件事情 就是開始要畫 畫環形的東西 好 我畫的雖然都不是圓圈圈 不過principal 它們是圓圈圈這樣 嗯 不過它在 外面這一環的裡面 事實上是可解析的 所以laurentsir 事實上是在解決 就是說如果有一個東西 它不是dislike 對 拿來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 如果它是一整盤 像pizza那樣子 沒有動的 可解析的話 你就用tiler展開式 就沒事了 那你唯一擔心的是 tiler展開式的半徑是多少 就跟你order pizza的時候 你關心的是 比如說是小的 中的大 超大 或什麼的 這一類的 right? 可是這個是donut 那donut 比較rich donut有兩個半徑 內半徑 另外半徑 所以呢 我們其實現在考慮的是說 欸? 這一個donut 在這裡 我畫斜線的地方 是可解析的話 對於這一類的 domain 你怎麼去描述它喔? 好 所以我們要開始取名子 ok 內圈的這一個呢 我忘了我把它叫做什麼呢 所以很顯然 我應該先畫外圈這樣 外面的這個圓圈圈 是一個circle ok 那 它正常的contour的定義 是逆時針 這是逆時針嗎? 對不起 生時針 我以後不要教一二堂的課 好了 好 所以它事實上是逆時針 所以我把它定義成c2 就這樣一個contour ok 那裡面的contour也是一樣 你把這樣子跑的一個東西呢 叫做c1 好不好 有這樣兩個東西 然後在c1跟c2中間的任意一點 我們把它取名字叫做z ok 那你現在想要 所以在這裡你要分清楚你想要什麼 你現在呢 是想要對fz做展開 所以z是variable ok 然後這裡有個z0 z0是signality的地方 好 那你待會會再碰到一個z' z'呢 基本上 是個contour上面 所以你會有三個z 請大家不要搞混了 ok 它們個別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現在 首先先來看一下 就你怎麼樣運用 你之前學過的東西 那你之前學過的東西 是這個樣子的 我們可以取一個 我還真的飆錯了 對不起 這不是重點 不過 為了避免待會不會 就是外面我是把它叫c1 裡面是把它叫c2 好 所以我現在先取一個什麼contour 你知道嗎 把這一個copy出來 這個是z0 然後現在取一件非常可愛的事情 你這樣取 你在外面 繞一圈 在這裡把它取進來 然後這樣倒著繞一圈 然後再這樣子 你這樣取 好不好 然後如果你是這樣取的話 這一個就是這樣進來 這一個是這樣子 這個是這樣出去 假設我今天取一個新的contour 我把這一整個contour 叫做c 那我請問一下 這個c裡面包含的所有的area f都是什麼 我為什麼要這樣取呢 那是因為 這個inside c fz is analytic 看得出來嗎 因為事實上你繞過了它不可解析的點這樣 可是這一個取法 你可以看到跟 右手邊這個相比之後 你發現這個c外面這一圈 其實就是什麼 c1 裡面這一圈的話 這是什麼 這是順時針兆 這是逆時針兆 所以裡面這一圈事實上就是負的c2 然後中間這個取得非常近的這兩段有沒有 這兩段會怎樣 會相消 ok 所以根據以前學過的cote integral theorem 請你知道 我的f of z c ok 如果今天譬如說是取fz z-z0 d z point point 假設我如果今天取這樣的一個積分的話 這個積分是多少 比如說我前面除個2πi好了 它其實就是fz0 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其實要展開的點 非常重要一件事情 是不是z0 不是 所以你在這裡面呢 必須把我們之前學過的公式稍稍變一下 而且後面要特別加註一下 這個z是在哪裡的 ok 這個其實 ローランシリーズ最難的事實上是邏輯問題這樣 因為接下來我要證明的其實都是很簡單 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是 你用我們以前學過的cote integral 你可以寫下這個東西 可是我再講一次喔 你必須要非常清楚的知道z在哪裡 z不能在c上面也不能在c2上面 z是在c1跟c2中間這個環形的區域 ok z'在哪裡 z'是這個積分就黃色這個積分 所以它可以在c2上面也可以在c1上面 ok 所以z'是on the contour z是你最後想要求的變數 它事實上是在這個環形區域裡面 只有在這樣的時候這個等式才會成立 如果你z乱取的話 這個等式不見得會成立 因為這個等式成立要求的是什麼 這個等式成立要求的是c裡面有沒有 fz必須要是analytic ok 所以你在這邊不要殺殺的把z取做z0 雖然他們代號很抱歉 就是在這邊剛好是一樣的 所以這是第一個最重要的 整個證明的starting point 接下來的話就是把這個改寫 接下來就是很簡單的代數 那這一個c 是長這個樣子的 然後它可以被改寫成四部分 c1 c2 跟c3 c4 c3跟c4 obviously 他們是infinitesimal close together 然後fz在這邊是可解析的 所以他們會消掉 所以你就不用管它了 所以這個東西可以被寫成是 2πi分之1 積分 然後積外面那一圈c1 然後再來的話 是z prime 減掉z fz prime dz prime ok 那再來的話呢 是減 2πi分之1 積分 c2 fz prime z prime z prime 減掉z dz prime 然後最後的話呢 就等於f of z ok 所以你發現你想要求的展開式 基本上可以被畫成是 兩個contour integral 然後contour integral跟你們以前學過最大最大的一個差別是什麼 是他們看起來都很像 這是為什麼如果你隨便亂學 然後下面沒有去註明說你的contour integral是什麼時候 你跟沒寫是一樣的 ok 你跟沒寫是一樣的 在這邊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兩項 待會答案不會一樣 可是他們看起來一模一樣啊 他只有下面這個小小的c1跟c2不一樣耶 所以我們現在來算第一項 the first term the first term 那我們要做的observation是 在第一項的時候喔 你的z prime事實上是在這裡 所以z prime是在外面的圓圈圈 z0是圓心 z呢 是半徑比較小的 所以在這邊的時候呢 你發現 z 減掉 z0 就是距離圓心的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事實上是小於 z prime 減掉 z0 ok 也就是 這一個半徑 事實上是比z prime 減到z0那個半徑來的小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1 over z prime 減掉 z 那 as a physicist we only know one trick right 那就是加一下 減一下 所以把這個z prime 寫成z prime 減掉z0 那後面呢 就是減掉 z減掉 z減掉 分之1 那你知道事實上 這一個比較大 這一個比較小 對不對 所以呢 一個比較合理的 提出來的辦法呢 是把它提成 z prime 減掉 z0 分之1 ok 後面的話 就變成是 1減掉什麼 然後 z減掉 z減掉 z0 它就會變成是 這個 可以看得出來嗎 複雜很多 就前面有個factor 是這一個 然後後面是長這樣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我們的 好朋友這樣 你知道 1減掉 1分之1 可以被寫成是 1加上 w加上 w平方 加上 as long as w的modulus 是小於1的 ok 所以在這邊你可以看到 你的w事實上就是這一整坨東西 so that 對於 外面的c1那一個 上面的z 你可以把它展開成是 z prime減掉 z0分之1 後面就是把這個展開 它就變成是 1 加上 z減掉 z0 z prime減掉 z0 加上 z prime減掉 z減掉 z減掉 z0 平方 加上 所以蠻漂亮的 它最後其實 這個1 over z prime減掉 z可以被展成 這一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其實 你大概可以看一下 它的分母 其實事實上跟前面是一樣的 所以呢 我們可以把它寫成 summation n等於 0到 無限大 ok 第一項的話就是 z減掉 z0 的 n次方 下面的話呢 就是 z prime減掉 z0的 n加1次方 所以在這邊只要特別注意一下 第一項是不是對的就好了 所以把0帶進去 這個是z減掉 0次方 which is 1 然後下面的話是0加1 所以是這一個 那第二項的話 n等於1 所以上面是一次方 下面是二次方 所以上面是一次方 下面是二次方 下面是二次方 and so on and so forth so the great things you have done is basically 把這一個東西 ok 寫成這一個 that's the only trick but this is非常standard的 代數的trick 好 那接下來你就把它帶進去 你就可以算第一項 所以第一項的話呢 第一項的積分 2πi分之1 積分 c1 fz prime z prime減掉z dz prime 它就可以被寫成是 summation n等於0到無限大 然後現在要看一下 這一項有沒有 它是不是跟積分無關 所以它就可以被拉出去這樣 所以呢 就是等於 z減掉 z0的 n次方 那後面跟積分有關的 你就重新把它寫一下 它就變成是 2πi分之1 積分 c1 然後看一下喔 你剩下來的這一個東西 事實上是什麼 4fz prime 除以什麼 除以 z prime減掉 z0 這什麼 ok 所以我們稍稍整理一下下 就可以得到 就可以得到第一部分的積分 2πi分之1 環場積 c1 fz prime z prime減掉z 比z prime 它事實上呢 就等於 summation n等於0到無限大 an z減掉z0的 n次方 ok 然後這裡的係數 an 就等於 2πi分之1 然後再來的話 是 積分 c1 z prine 減掉z0 對不起 n加1次方 然後上面的話呢 事實上是 f z prime d z prime ok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就是說 如果你不要稍稍 你如果沒有去注意到 c2那一件事情的話 你會注意到其實這一項 跟我們其實上一堂課 講的態勢展開是怎樣 幾乎是一模一樣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你可能會很衝動的 想要把an 直接寫成什麼 直接寫成是 對不對 你會直接想要把他寫成這個 那 很不幸的是 很不幸的是 這個答案是什麼 在這裡當然是不相等的 ok 所以這樣的一個想法呢 你甚至連想都是錯的 所以讓我們再回過頭來 證明laurent series 最重要的是邏輯 不是代數 你為什麼要這麼辛苦的 把他寫成兩個環 這樣子積分的展開 那是因為什麼 那是因為f這個函數 在z0是什麼 是singular 是爆掉的 請問一下如果他爆掉的話 他會有倒圍嗎 那他會有倒圍的倒圍嗎 不會 所以他根本不會有 你自己心裡面 自嗨的這種東西出現 所以就是說 在這邊 你學了負辯之後 你應該倒過來想 你應該倒過來想說 原來態勒展開式的正解是這個 原來態勒展開式 最general的解法 事實上是積分 不是微分 ok 然後如果剛好在 z0那一點 函數是可解析的時候 他剛好的 你這一個 變回你們以前熟悉的form 可是其實這個 才是他general ok 最general 最general的expansion 這是第一件重要的事情 那這個expansion 一般是稱為 laurent series的 regular part 因為這邊可以看得到 即使z 逼近z0的時候 事實上這些都是regular function 並不會爆掉 ok 好 接下來的話 我們保留這一個圖 然後 可是這樣 我就沒有 好 沒有關係 接下來就很簡單 照操就好了 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二項好不好 好 那第二項有什麼特性呢 第二項的特性是 你現在取的圓圈圈 是裡面這個圓圈圈 所以 z'事實上是在裡面 然後 z其實事實上是稍稍在外面 ok 所以你在這邊呢 只要稍稍改一下下就好了 現在變成是 z'-z0的距離 其實是小於 z-z0的距離 也就是z'事實上是比較小的 那同樣的在這邊呢 你還是可以把它寫成什麼 z'-z that's totally ok 然後你把它寫成這個樣子之後 接下來你要去注意的是 你要提出什麼 那因為現在其實事實上 z'-z0是怎樣 是比較小的 所以事實上你應該提出 z-z0 所以你應該提出 z-z0 你如果提出 z-z0之後 你會得到 這一坨 除以z-z0 ok 然後呢你再提出一個負號 所以它就變成是這個樣子 那如果你不信的話 你就把它撐回來這樣 你會把它撐回來 z-z0消掉 所以z-z0 然後就是變成 z-z' 然後再加一個負號 就變成z'-z totally the same 好 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 重寫這一部分 因為在這邊的時候 變成是 z'-z0 是比較小的 所以你要 以它做分 以它做 parameter展開這樣 所以在這邊 所以在這邊 uncontour c true ok 你真正要展開的 parameter是這一個 也就是你的公比 事實上現在變成是 z'-z0 然後 z-z0 因為這個東西 才會是 小於1的 然後再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說你在做 laurent series的時候 為什麼 z不能在contour上面 那你現在其實從證明就可以知道 因為 z如果在contour上面的話 它就會發生一些事情 它會發生這個module等於1 發生module等於1的話 其實你那個無窮極數 就不見得收斂 ok 所以它有時候會對 有時候不會對 好 所以我們現在呢 可以把那一個 1 over z'-z z 寫成是 z-z0 分之-1 那後面的展開 其實基本上是一樣的 就是1加上 z'-z0 除以 z-z0 加上 z'-z0 z-z0 z-z0 平方 甚至於 所以它最後可以變形成這個樣子 那這邊的話 你可以看到 它基本上 其實就是負的什麼 sumension thrilledman 雖然 n là 然後這一邊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 這一個是什麼 它其實事實上是 z 减掉 z 0 的 n 次方 ok 然后上面是 z' 减掉 z 0 的 n 减 1 次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当 n 等于 1 的时候 事实上 z' 减掉 z 0 事实上是 0 ok 那再来的话是 n 等于 2 所以 2 减 1 然后 2 减 1 的话 第一项是 n 等于 1 所以它有一个 1 然后第二项的话呢 事实上是 n 等于 2 所以它有个 2 那因为下面的 power 也会比上面的 power 很大 1 所以下面就长这样子 你可能会很好奇 为什么在这边 n 要从 1 开始 其实这是 expansion 的特性 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 summation 有没有 是跟着 z 减掉 z 0 的几次方这样 你在那边如果从 n 等于 0 开始 当然也是 ok 你最后只是要再调整而已 那不是大事情 所以你把它带进原来的公式这样 好 然后你就会发现第二项 因为第二项其实是负的 2 pi i 减分 c 2 它前面有个负号 不要忘记了 z'减掉 z f z' 减 z' 所以事实上负负就得正 所以它就变成是 summation n 等于 1 到无限大 这里的话呢就变成是 z 减掉 z 0 的 n 次方分子 1 你看你现在提出来也变成是不一样的喔 因为它其实现在变成是在分母了 然后分子的东西其实才是你要乘进去的 所以它是 c 2 那你不要忘记你是把这个带掉 所以它就变成是什么 z'减掉 z 0 的 n 减一次方 然后再来是 f 的 z' 减 ok 我怎么觉得我好像screw up 一个 power 等于一次方的时候 yeah that's right ok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它最后变成是像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就可以跟这边来比喔 那就告诉你说 其实你可以把 负的 2 排 i 分之 1 积分 c 2 然后 f z' 然后 z' 减掉 z 比 z' 你可以基本上 后面再加一个 summation n 等于 1 到无限大 然后这个通常我们把它写成 bn ok 这个 bn 的话呢 是 z 减掉 z 0 的 n 次方分之 1 好 那 bn 的定义是什么呢 bn 的定义是这个样子的 bn 的定义是 z' 减掉 z 0 然后这个东西是 n 减一次方 然后再来是 f z' d z' 所以你可以看来到事实上呢 bn 通常是 我们所谓的 singular expansion 因为你展开这个事实上是 z 减掉 z 0 so in principle 当 z 必定 z 0 的时候 事实上这些项会越来越爆越大 那我们待会看到事实上 bn 的 cq 就是解禁这个东西事实上最后 它的 diversion 是多少 对不起 ok 所以最后最后 你把这些所有的结果全部 combine 在一起之后 then you got this very beautiful result 就是 你现在的 f z 呢 它可以被怎样的写成两个部分呢 它可以就是 f z 可以被写成是 summation n 等于 0 到无限大 然后你展开 就好像是泰勒展开式一样 有一个正的 power 然后再加上呢 有一个负的 power ok 所以你现在可以知道为什么 就是说 其实基本上从这个看起来 其实你就可以知道它是 parasheris 的 generalization 因为你会发现第一件事情 就你一旦把它是写下来 a n 跟 b n 是在哪里 你会发现第一件事情是 there are actually a more elegant way 你会发现每一个 z 减到 z 0 的 power 其实基本上在这里就出现 就是从 0 次方 1 次方 2 次方 3 次方 4 次方 前面的系数我们就把它叫 a n 这样 然后从 0 次方下去 当然就是 -1 次方 2 次方 3 次方 4 次方 其实事实上就是第二项 这些 b 所以你会发现呢 其实 f z 也可以被写成这个样子 你就直接把它写成是 从负线大到正无线大 然后是 a n z 减到 z 0 n 次方 就好了 然后这里 a n 的定义呢 就很特别 所以你要稍稍再看一下 不要忘记 原件 a n 跟 b n 的写法 事实上一个在 c 1 一个在 c 2 你虽然看到 power 好像看起来很像 你可以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那接下来 c 可以在哪里呢 那我要跟大家稍稍解释一下下 好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就是为什么这一个 expression 跟这个 expression 看起来会一样 所以你要先 compile it 对不对 比如说如果你今天去看那个 a 负 1 那一项 那一项 a 负 1 这一项的话 n 如果带负 1 的话 这个负 1 加 1 是多少 是 0 所以 a 负 1 事实上是多少 是等于 2 pi i 分之 1 然后积分 先不要管下面的 contour 好不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 b 1 那同样的如果你今天带 比如说 a 负 4 进去好了 它就是等于 2 pi i 分之 1 积分 除以 c 如果是负 4 负 4 负 4 加 1 是多少 是负 3 除以一个负 3 次方 是什么 等于乘上 3 次方 所以它变成 z' 减得到 z 的 3 次方 f z' d z' d z' 可以理解吗 所以就是 a 的负 4 那 a 的负 4 事实上就等于什么 你可以去看一下 b 如果这个要 3 次方的话 前面是什么 b 次 那下面的话我就不再写了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事实上很漂亮 基本上你只要把 b n 有没有 改写成 a 负 n 然后这个 n 就会从负 1 到负无限大 然后那个 n 等于 0 到无限大 n 等于负 1 到负无限大 刚好兜在一起之后 就变成从负无限大到负无限大 所以非常的漂亮 它变成是这样 唯一你现在稍稍处理一下下来是什么 是个这个积分的 count 2 你到底要在哪里积 可是不要忘记了 这一个积分 原先当初定义 事实上是在 c 1 有没有 这个定义是在 c 2 可是这一个函数 这一个函数 我们现在譬如说 如果你今天取一个 大家都要全部到 c 2 取的话 你看一下 f z' f z' 然后它积分 其实比如说这个 原来是在 c 2 上面 ok 那它是解析函数 对不对 那这个 z' 减到 z 0 的 n 减一次方 也是解析函数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用 call 3 theorem 对不对 这个 c 2 如果你今天把它 换到最后 换成 c 1 的话 答案是不是一样 答案是一样 ok 所以基本上 事实上是 你一旦写下来 在它长这样子之后 你这个 其实就不再局限在 c 2 了 你其实带任何 只要是 c 进去的 其实都可以算 只要这个 c 是介于 c 1 c 2 之间的任何一个 那这一个的话 稍稍 tricky 一点点 这个因为你看到它是除 所以它有可能会爆掉 对不对 可是它有可能爆掉吗 z 0 在哪里 z 0 根本不在环形区域 所以事实上 这一个 one over 这一个东西也是 analy function 然后这也是 z' 所以这一个环形的积分 有没有 你原先一开始证明是在 c 1 可是事实上它是什么 它其实只要是介于 c 1 跟 c 2 之间 你原正合一个圆圈圈 你把机材它也是一样的 所以通常为了方便取件 通常就是 你的 a n b n 的机法 你就取同一个圆圈圈就好了 你就不需要再分 c 1 跟 c 2 可是你当初在倒的时候 一定要分 c 1 跟 c 2 你才可以展开 ok 不要忘记这件事情 好 有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这是整个 Lorent series 的证明 那也是整个其实最复杂的地方 最后是这样子 所以这是第一个 lesson you should learn 就是说 Lorent series 事实上最后可以被写成 非常非常 elegant 像是我写的第一个 implication 这样 那第二个重要的 implication 是什么呢 第二个重要的 implication 是 如果今天去看一下 如果今天挣了这么久之后 我突然跟你讲说 f z is actually another lake at z equal to z 0 那会发生什么事 如果你这边就是耍我 就说你今天有个 doner 然后你把 z 0 挖掉 然后你最后才说 其实我挖掉的那块是 我偷吃掉 它并没有发霉这样 它也是解析的 那你整个 Lorent series 最后会变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你当初在证明的时候 为了避免potentially 会踩到 z 0 这个地雷 所以你中间挖一块 对不对 如果 f z 在这里是可解析的话 你当初在取的时候 可不可以把 c1 越取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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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它取到怎样 取近 0 然后因为 f z 在那里又是 analytic 对不对 所以最后它就不见了 所以基本上呢 如果 f z ok 它是可解析的话 你就把它整个 说到 0 c2的贡献 就会消失 c2的贡献 会消失 如果你还记得 c2的贡献是哪些像 就这个像 所以如果 c2的贡献会消失 就是告诉你 这个其实存在 本身是幻像 所以它只有一个可能性 它的可能性就是 or b n equal to 0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而简单的一个结论 那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呢 你就突然发现 其实你只有前面的 regular part 那以前学过的 在这个case底下 laurent series 就变成了teller series they then become the same 那这时候你的积分 微分就可以互换 互换 好 就是积分的展开式 OK 那可是当它的singular part 消失的时候呢 它就变成跟teller expansion 是一样 那teller expansion 可以在负变里面 可以写成积分的展开式 也可以写成微分的展开式 they are the same basically 好 所以呢 这个是有关于laurent series 最后出来这个结果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要举一个例子 你们课本也举了一个例子 可是那个例子 好像有点太 太复杂了 所以我们举简单一点点的例子 这个简单一点的例子就是 假设我今天有个f of z 它是等于z z-1分之1 它是这么简单的一个 一个函数 好不好 所以这一个函数呢 它基本上 哪有不见 好 黄色的笔突然不见了 真的太神奇了 然后我下课了吧 z等于0 z等于1 好 所以我讲快一点 你在做整个laurent expansion的时候 接下来就是示意图 你有几个 可以展开的地方 第一个是 你以z0为原心 所以你取环状区域是 一个infinitesimal的圆圈圈 然后z0是爆掉的 然后再来是取 第二个圆圈圈 然后这个呢 看起来几乎像是 z小为1的一个饼 这个东西呢 在这里 会有个laurent series 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把中心点 这个没有等于 挖掉了 如果你把它写成等于的话 就变成饼了 就只差一个等号而已 所以这事实上是一个 非常神奇的donut 对不对 它基本上做法就是 把pizza做好 然后拿针在中间搓一个洞 然后你就说 它就不在pizza 它卖了 它就在mr.donut 那卖了 so that's a mathematical donut 另外一个是什么 另外还是以这一点 做中心对不对 然后你的环形区域的内圈 是取在这里 你的环形的区域外圈呢 就是不计商业成本 取成无限大 所以像这样缺一个洞的 无限大的饼 也是donut 就另外一个半件是无限大 这个case底下呢 你的z modulus 是大于1 这个 会有另外一种lauren series的展开法 接下来呢 还有 刚才是以z0 然后往外画 然后看碰到哪一些singlality It's hard to believe 为什么黄色的笔不见了 这里的话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是以z等于1展开 你可以做出这一个donut出来 这一个donut 它的quiterion是什么呢 它的quiterion事实上是 z-1 the modulus 它是小于1 大于0 不是等于0 等于0的话就不好喊那一点 ok bless you 再来的话 同样的 是以这一点 做半径 然后呢 把这里挖掉 然后呢 然后就大放送这样 这样 这一个 这个 这个的话 它的收链半径是z-1的modulus 要大于1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对于一个函数而言 它在整个平面上面都是可解析 可是只有在z等于0 跟1 这两个点上面是singular 是爆调的 是爆调的 结果呢 它就有怎样 它就有这样四种 完全不一样的lauren expansions 这是为什么lauren expansions 本身事实上是非常非常的难处理 那接下来以后其实你会碰到 就是lauren series 其实事实上 虽然是很漂亮的东西 可是它有用的lauren series 跟没有用的lauren series 所以像这个 就是有用的lauren series 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这个lauren series 这个donuts 其实它非常接近其中一个singularity 所以它很起来很有用这样 另外一个有用的是这一个 所以以后其实我们会用到都是像这一类的 像这种就是说 你现在没事 这里有两个了 你把两个全部都挖掉 这种就是不节约的行为 对不对 right 这种不节约的行为呢 通常就没什么用 因为这是两个发霉的地方 你一挖 你挖掉太大块了 所以你挖出来 最后这个东西 数学上是可以解的 也可以算的 也可以考的 可以来浪费大家时间 可是你不会得到任何insight 因为你挖太大洞 可是像这种就非常的有用 这种就是我阿咒如果学到这 它应该会立刻非常的欣慰这样 就发霉的地方是一个点 所以你就挖一个infinitesimal的洞 几乎的也不存在 可是黴菌就被去除掉了 所以它一定会非常的愉悦这样 所以这种东西事实上是非常有用的 那 嗯 太好了 所以呢 我直接把答案写给大家好不好 然后大概给你们讲一下怎么算 那 你就自己回家算算看 像这一个的展开式 你怎么展开呢 这个展开式 你可以用一个投机取消的办法 就是 你知道在这个展开z是小的 所以前面有个1 over z 先把它提出来 后面那个东西 把它再提一个出来 它就变成z平方负的 然后是1减掉z分之1 对不起我提太多了 提到第二个答案去了 就是你把z分之1跟那个-1提出来 它就变成1减z分之1 然后后面这个东西事实上就可以被展开 所以它变成是z的-1 然后后面这个东西变成什么 1加上z加上z平方 加上... 所以你就发现 这个写下来就是负的z分之1 OK 减掉1 减掉z 减掉z 减掉z平方 所以这告诉你什么事 这告诉你说 a n有没有 通通都等于负1 然后这一个东西呢 是be等于负1 然后其他的bn呢 通通都等于0 当然n不等于1的时候 所以这个是你Lauren Sears最后展开的基数 它就变成是这个样子 好 那 因为时间上的关系 可是 我只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 我们最后要算积分的时候 最重要的公式事实上是b1 为什么 因为b1 其实这个-z分之1 它会影响到 如果你要做积分绕过去 它唯一不等于0 只有这个power而已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没有用的展开式 就z大于1的展开式 它会长什么样子 那它虽然没有用 可是它最大的用途是 可以拿来困惑学生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 所以我现在写的这一个展开式 是这一个的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一个展开式 它会是什么 好不好 好 那它的写法 again 在这边我只是因为这道答案 所以我偷偷的用这种方法写这样 以后不要学 它其实是上次 应该很认真的去算那个Count to Intergr 最算出来的答案会是一样的 好 你比如说现在写一个1 over z 平方出来 所以它就变成1-1 1 over z 分之1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 z平方乘进来 这是z 平方 减掉 z 所以呢 z平方减掉z 对不起没有负义了 好 就是正 所以也就是说你把z平方提出去 它就变成1-1 那这个东西可以直接展开 变成z平方 然后面这个东西是1加上 z分之1加上 z平方分之1加上 点,点、点点 所以你就发现了 它的lauren series 事上是z平方 加上z三方 加上z四方 这样一直加上去 那你会注意到一件事情是 所有的an都这样 都等于0 然后在这边的话 b-1呢 也等于0 对不起 b1 然后b2 事实上以后呢 全部都等于1 所以你会注意到 你的Line Expansion写下来之后呢 它的an跟bn 基本上是长这个样子的 也就是看起来 它只有Singular Part 它没有Regular Part 那一般在数学上 你的确也是这样讲 可是这个是一个 非常非常非常大的迷思 我不要忘记了 当你这样展开的时候呢 这个Z Modulus 事实上是大于1的 所以当你说这个东西是 Singular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是怎样 说这个是Singular Part 其实真的 这只是个数学的名词而已 Z Modulus大于1 意思是Z可能是什么 20万这样 所以第一项是20万的平方分之一 或者是very small 第二项是25万的三次方分之一 或者是even smaller 第三项是20万的四次方分之一 或者是even even smaller 所以事实上 在物理学家的眼中 这根本没有Singular Nothin is singular Everything is regular OK 所以你不要傻傻地这样把它展开来 像最经典的 最经典的 就是同学会跑来问我说 老师你看那个函数可以这样展开 这可以展到无限多项 所以它有Z无限多项爆掉 所以这个叫Essential Singularity OK 这是完全错误的想法 所以当你在讲 Essential Singularity的时候 就我们后面会讲 你展开是一定要怎样 Infinitesimally close to this 如果你当他用这个展开的时候 只有在这个展开的时候 你可以让Z慢慢逼近零 所以你会发现 当Z非常非常小的时候 这一项会动了 可是在你用这一个展开的时候 你有没有办法让Z逼近零 当然是不行的 所以你不要被这个Z的四次方分 Z的六次方分之下倒 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就是你会看到 越后来越怎样 爆得越严重 没有那件事情 那只是你视觉上的效果 因为这一整个集数 必须在这一个条件底下满足 好不好 所以对这样一个简单的函数 你就发现了 因为他有两个singlality 所以你从一个singlality出发 你可以先画一个圈 画到第一个singlality 然后还有外面的 所以对一个 Singular point Z等于零 就有两种展开 对另外一个Singular point Z等于零 有两种展开 所以总共就有四种展开 两个点就有四种展开 那这是逻辑上的问题 你们可以自己回家 amuse yourself 如果你有三个点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那三个点的例子呢 就是你们课本拿来娱乐大家的例子 所以你可以回去看一下 你们课本举了 Z等于零 Z等于负一 跟Z等于二的例子 你有三个点 所以光对Z等于零的地方 你就可以展开到一 然后一到二 然后二以后就有三种展法 那你可以 prick exactly the same trick for other singularity 所以三个singlality 就有九种Lawrence series 那这个九种Lawrence series里面 只有三种是有用的 OK 所以你就记得一件事情 Lawrence series什么时候最有用 就是那个看起来像饼 可是却是东呢 那种是最有用的 OK 所以我们今天上课呢 就上到这边为止 所以 太好了 我已经完成实力了 我们接下来就来考试 谢谢 我现在们看着你 这边的电影 我现在就会说 这边的电影 在这边 你也不知道 你怎么看就不许 我自己想看 我自己想看 你真的不想看 你快乐